假设我们都能够活到80岁 你选择怎么样的活法 对我来说 我不想要活得不精彩 我所谓的精彩 不见得会对整个大世界 有什么影响 可是对我来讲很重要 这个就是INFP 可以带给世界的礼物 我觉得是对不同层次 环境 人文里面的人的这个部分 有关心 有怜悯 站在他的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如果你是他 你是不是会跟他一样 做同样的决定 还是你连做 跟他一样的决定 都做不出来 嗨大家好 我是Siri 今天又来了我们的人物的 深度访谈 那我真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们今天 邀请到的大导演 也是INFP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了 魏德胜 魏导演来到我们的频道 你好 谢谢大家 其实魏导一走进来 我跟我们的小编 第一个反应就是 应该是INFP 没有错了 真的吗 但是我们就想说 不可以 就是我们一直在教 不可以用行为 就定人家的类型 所以还是带着魏导 就是从头到尾 理解了MBTI 不过魏导很棒 就是魏导之前 对MBTI一点概念都没有 所以是一张白纸 对不对 没有什么迷思 或者是错误的 没有没有 只是有时候会分不清楚 这个到底是应该 会犹豫啦 到底要 对对对 那魏导在做的过程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其实魏导自己 以为的类型 嗯 然后跟评量做出来的类型 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其实花了一线 是时间厘清嘛 对 因为魏导自己自评 觉得自己是外向倾向的人 一开始 对 可是 你的解说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外向是被训练出来 不得不得不得外向 不得不说话 不得不主动主导话题 嗯嗯嗯 工作需要 社会需要 这是相对的比较累一点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刚在聊 我觉得魏导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 知道了以后又怎么样 就好像算命一样 对不对 知道了以后那也没有办法啊 但我觉得其实魏导 知道了以后就可以知道 自己的创意来源 对不对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很多其他人看不到的 或者是 你的思维 这么细腻 嗯 可是我们也谈到就是说 每一个类型 他都有他自己的盲点 透过这些盲点 也许未来 未到有些不同的想法 我现在还没有想法 也许啦 也许回去 以后会重新思考 不急不急 不急 我非常理解 INFP的想法 是需要一些时间酝酿的 嗯 但是他的想法 等到出来的时候 会比我们这种 嗯 一直走 嗯 就是追求速度的人 更完整 所以 所以未到不急的 要回答我 对 没关系 哈哈 我只是说 在谈话的过程 我觉得就更能够确信未到 好像是比较是这样子的 类型的啦 那我第一个今天要问的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比较知名的 大家都一定看过的 海角七号 赛德克巴莱 还有BIG 其实这三个题材 它的这个genre 是很不同的 对对对 就是说 未到在这里面 他们觉得他们三个的共通点 因为这都是您发想出来的 嗯 这是您想要拍的 嗯 对您的意思有特别有意义的 就是 这三个电影是什么 信念 或者是有什么核心价值 是贯穿在这三个电影里面 核心价值啊 我觉得是对 不同层次 不同环境 不同的人物里面的人 人的这个部分 有关心 有怜悯 或者是站在他的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嗯 我比较喜欢用这种角度 来看世界 而不是 为了所谓的戏剧冲突 刻意的去安排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样子 就是希望可以用那种 如果你是他 你是不是会跟他一样 做同样的决定 嗯 那或者是 你是他 你现在骂他 历史在 以历史来说 你现在骂他 如果你在他的位置 你的知识水准一样 你看着世界的角度一样 你当时的社会阶层到什么程度 或者你的位置 你背负的那个责任感 在什么位置 你会不会做出跟他一样的决定 还是你连做出跟他一样的决定 都做不出来 嗯 对 在那个时空下 而且只有短暂的时间 你怎么做决定 海角七号也是 BIG也是 你已经在这种环境里了 你怎么面对 你要每天的生活 BIG来说 BIG又中文片名叫816 那英文片名叫BIG 其实他的主要的意义也是说 你可以是816病房里面的孩子 病童 你也可以是活得像BIG一样的战士 就是你怎么去决定你的生活 要怎么改变 这样 你的视角怎么看 这个好棒哦 因为其实一支都没有特别注意 就是BIG的中文是816 就一直讲到BIG 那我们先讲到这个电影 因为一开始就讲说 魏导有拍过这么多不同的电影 这样子我听起来就是 其实魏导就是一个 没有学心理学的心理学家 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心理学家所学习的 就是是因为人的关系吗 还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你会做一些决定 是因为你天生的个性 这就是性格心理学 比如说我自己 对 或者是因为这个环境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他都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所以很多心理学派 其实讲的就是在探讨人性 可是都有 我觉得我自己的分析 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都有 不同性格的人在面对不同的环境 所以英雄是怎么造出来的 很多英雄是不得已的 他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不得已的选择 虽然是不得已的选择 也有选择逃 或者是面对 他只有两个决定的时候 这就是性格 你要决定面对还是逃 然后也有可能是压力 你不能逃 因为你要背负的责任 是那么的大 你不能逃 或者是说你只能逃 因为你要背负责任这么大 你只能逃 所以在那种措置 如果把自己丢到那个时空 你换成他的角度 去思考事情 也许你会对这个人的 所做的事情完全改观 就像张爱宁说的 写的就是说 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 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这样子的概念 特别像816Big 这个故事来说 这些孩子他能有其他选择吗 他没有 他只能选择勇敢 为什么 因为他生老病死 人生的四大阶段 他没有经历老 他出生不是为了死去 他出生是为了活着的 他出生是为了活过这些经历的 可是他不得不勇敢 应该说他必须要勇敢 那个必须也是与生俱来的必须 不是说我天生很勇敢 不是因为生命出生就是为了活 就是这样子 魏导已经提到了 其实我们就讲说 今天其实要谈的主题 就是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两次 而且马上要进入串流平台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很多人看过 那我其实在看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是跟我们小编 还有我妈妈一起看的 那在看这个过程中 其实很难不掉泪 其实一开始要看的时候 我就有点紧张 因为魏导不晓得我的类型 我是不是很喜欢触碰自己情绪的人 那我通常看的片都是比较稀里哈啦 就是不需要动大脑 所以当初一看到Big他的简介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知道 Big这个816病房 讲的是儿童癌症病房 所以一听就想说完蛋 会要哭了 不会啦 你可以为爱情哭 你可以为老人哭 为什么不能为孩子哭 而且为孩子的掉泪 不是悲伤 不是你看完电影之后 那个不叫悲伤 那个叫做不舍 但是又带着生命力的感动 其实那个东西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啦 是带着希望带着感动的类 而不是那种 应该是说 大部分的人都会喜欢 我是说我自己的人格的缺陷 导致我其实会比较排斥被感动 或者是这样子的 就是反正我跟魏导有点 快要相反的类型了嘛 所以魏导可以看到情绪的细腻 然后可以被这些东西感动 但是魏导要知道世界上有 像我这样的人就是说 其实内心深处可能不是没有情感 就像要用飞冠用手写字一样 对我们来说在触碰的时候 不是那么舒服 就是我宁可做事情 也不要谈感情 因为感情这种东西 是一个我没有办法捉摸的 但是所以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心理准备的 那我觉得一个导演或者是编剧 他的功力就在于 其实我们的人生剧本 就像荣格这个心理学家说的 好像很多模式已经出来了 比如说罗宾云朱利叶跟梁山伯云朱英凯 对不对 好像被动的英雄就是 不管是Big也好 什么张无忌也好 哈利波特也好 就是我不是 我没有选择要做英雄 就是因为我被放在这里 我必须要勇敢 然后我必须要站出来 可是这有时候必须你也看到 同样的人放在这个时候 他就真的没有勇敢 所以我觉得一个导演 他的功力就在于说 那我知道了 这样子的故事 他势必一定会有让我悲伤的地方 因为我们讲说儿童癌症病房 对不对 一定就 一定会有一些生死的议题 那怎么样在这中间 可以让我有更深的感动 其实有几个桥段让我觉得 真的是我没有想过 就是家庭的互动 或者看到每一种不同类型的人 在压力下是呈现什么样子的状态 那我想问一下魏导 就是说拍片的过程 它应该会触发你一些情绪 拍片的过程嘛 比较还好 因为拍片的过程 其实是一种很理性的在执行 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镜头的状况 反而是在写剧本的过程 或者是最后完成的那个剪接 或者是弄声音的那个过程 才常常会忍不住的掉眼泪 或者是像我们那个录音师也是 就混音啊 那个看完这个桥段 等一下先暂停 这个地方它音乐要怎么弄 你那个点要怎么 它就要等一下我修 就没办法 太难修了 眼泪要流一下之后才停个两分钟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停过两分钟这样 他把那个情绪收完以后还继续讲 我也会这样子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其实有些笑的点 已经不会再笑了 为什么因为看太多次 笑的点就是笑 笑是很容易麻痹的 但是会让你掉眼泪的点 到现在为止 那几个点我还是会掉眼泪 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当你看到演员的表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我们真的找对演员了 而且这些演员真的完全说服了我 连我是个导演 连我是作者 我自己写剧本的人 看到他们的表演我都可以连续 每一次我每次看到那些 我自己会掉眼泪的场次的时候 我都要分心去看观众的反应 这样我可以避开那个画面 要不然的话我边看观众的反应 然后边掉眼泪边擦眼泪边看 太不专业 我很好奇就是刚未到讲到一点 就是写的时候是带着情绪的 在剪接的时候配音的时候等等 可是在工作的状态下 味道反而是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暂时隔离 一定要这样 当然有一两场戏 还是会忍不住边看表演边流眼泪 但在执行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会的 只是在透过演员的表演的时候 我们也会忍不住 但是很少很少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比较理性一点 就是把F倾向的 就是情感面先暂时关机 就是我们的 因为必须要按照时间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一开始 魏导给自己的字评 是J对不对 但我们后来讨论过了以后 魏导还是觉得这个是后天自己给自己的 就是包含是要变成比较理性一点 好像比较按照时间来这件事情 应该是后天的调整 因为可以写出这样的剧本的人 我实在是就不太觉得 在这里面有讲到六个不同的家庭 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特别喜欢这一个剧里面就是说 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面对压力的状态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压力让我们反而更团结 更亲密 但是有些人在压力下 反而选择的是逃离或者是更多的冲突 就是他会放大所有已经有的情绪 所以但透过这样子的互动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就是魏导真的看到人性啦 就是在压力下 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英雄 或者是他做英雄的方式 各有各的呈现模式 那我想要问一下魏导 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作者 包含金庸都有讲过说 我一旦把我写的人活化了以后 结果我已经不在我的控制内了 因为他的性格的发展 就算我不想要这个人怎么样 他还是最后会这样子 那所以一开始看 对我来说 就是刚好跟魏导解释一样 我的性格就是TJ的人 就是非常希望控制外在环境 我一进这个情境 我就想说 拜托先看不看得出来 到底是哪一个 就是生死是哪一位 这样我心里可以先有一些准备 这个是我们这种人的想法 你知道吗 魏导大概很难理解 我们这种奇怪的人的想法 就是先看就说 好主角 因为这样子我等一下不要哭的 就比较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那我想要问魏导 其实一开始在写的时候 因为既然是癌症病房 一定会有生死 一开始在设定的时候 就有想到 他是怎么样发展的吗 还是说 真的是写在过程中才觉得 好像势必得这样走下去 是好奇你的创作过程 对我来说 通常我会把开头跟结尾先确定 开头跟结尾是很明确的 这是不会动的 但是在写故事的过程呢 有时候会被角色牵着走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会拉回我原本所设定的 真的吗 对对对 但是这一次有一点点改变 就是他最后的结果 其实就是原本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不是你想象 你看见那个样子 可是在 我觉得这样子的结尾 太没有良心了 对 所以呢 我又把 所有的孩子 自己说的我没有说 我就把所有的孩子的出声 再演一遍 所以就希望透过这个东西 来有一个反转 让大家会知道说 这部电影其实不是在讲死亡或是生病 在讲的是重生 重生 希望 带着盼望 不要去纪念死 要去纪念生 如果生老病死都是值得你深刻体验的过程 如果死会让你伤心 为什么不去多看看生呢 不去多看看他出生的样子呢 我们现在有的亲人也是 如果有些爸爸妈妈们 或者是你的很熟悉的朋友 因为生病的原因 因为意外的时候 离开了 你是不是会怀念他 那你怀念他是怀念他 离开那一天的伤心 还是怀念他 怀念你们一起相处的好时光 或者是欢乐的时光的 那个时候呢 是不是应该多点时间在欢乐的那一块 多纪念 而不是在悲痛他离开的那个时间 比较对 你怎么 因为他父亲刚过世 对不起对不起 刚讲到我觉得 为了要讲到一个 其实英文 我喜欢英文的说法就是 Celebrate life 就是与其感觉到死亡的难受 更是庆祝 或者是活着的精彩 活着的精彩 就是曾经活过的精彩 对 你还好吗 没错 对对对 因为那我在人面前我不太会哭 所以其实看电影的时候 我都有忍住 然后就被他跟我妈骂说 你这个冷血的人 其实刚为了讲到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对于像我这样类型的 也许是ESTJ ENTJ类型的人 我们很快的喜欢下一个结论 就说 这是关于癌症病房的孩子 那一定会是伤心的结果 对不对 换那个说法 从片名来改 这是一个816病房的孩子 他们变成BIG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讲得太棒了 就是让人家转念 其实我们叙述故事 就是看你从什么方式叙述 对不对 就是它也许是一个悲剧 可是它其实是欢乐的 我觉得BIG是这样子 但是我可以把一个明明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 就是住在豪宅这种上流社会 尤其是韩剧嘛 然后最后都是悲剧 那就是看同样的外在环境 可是是你从什么样子的角度 去介入吧 对不对 啊对了 我这次非常感谢 慧导的一个桥段 其实就是对于医护人员的片段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的医护人员是臭脸的 我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有帮他们平凡 就是你可以想象 每天要面对这样子的人 他可以怎么样 就像慧导说 这时候不可以有感情 要不然你怎么工作 对不对 我如果一直在哭 我怎么剪片或者怎么倒 那医护人员 是不是也要做这样子的隔离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看到的 好像只是他们臭脸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在电影里面 非常喜欢跟感动 我对你 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好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角度去看他们 就是说用我们自己的工作来说 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理性对待 要不然的话事情怎么办呢 怎么完成呢 他们也是啊 也不是说他们没有感情 而是他们必须要 应该说这一个大病房里面虽然有六个孩子 可是它不代表只有六个孩子 它其实六个家庭 可是六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他的大家长其实就是医生跟护士 那其实扮演用家长的角度来看 我是妈妈 我当然很轻易的能够表现出 把悲伤忍住 然后欢乐 然后爸爸也是要把悲伤忍住 表现我要为这个家庭负责任 负责任的那种 你说冷漠吗 或者是说那个压力 他必须要负责这个家庭 每个都平安的那个过程 是一个包 是一个 很大的包袱 对很大的包袱 不得不用伪装自己的感情的方式 来面对大家 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 包含连我自己 我有自己平凡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医护人员 或者有的时候你看他好像跟情感隔绝 或者说很没人性的时候 其实也许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不要影响工作效率 或者是不要带给大家 太大的影响 那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没有看到 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没有被提醒 提醒大家就有理解 但没有被提醒的时候 是不会被看到的 我曾经有老医师 已经退休的医师了 他来看我们的电影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脑部肿瘤的医生 这样子 他开过无数的刀 然后我想说他看了应该会没有感觉吧 我以为 可是他说他也掉眼泪了 我说哪个部分掉眼泪 你每天在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情 你怎么还会掉眼泪 他说他掉眼泪的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医护 医护面对这种困境的点 就是要擦完眼泪然后装着笑脸进去 他说你不要以为医生都很冷血 每一个医生第一次动手术 应该说前几个天一个 第二个 那个在他手术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他的存活率有多高 总之在你手上离开的 你都会哭 所有的年轻医生没有一个不哭的 只是哭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而已 躲在哪个地方哭 躲在哪个地方发呆 躲在哪个地方怎么样 一定都会 每个人都经历过 他说他自己也经历过 所以这是必然的事情 没有一个医护说没有经历过这一关的 对 所以我觉得之后我们要对医护人员 有更大的包容或者是带着欣赏去看他们吧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我每天要经历生老病死 我还是可不可以面对每一个人 都带着这个同理心跟微笑 因为如果一直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曝露在外面 其实应该也做不久啦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撑不下去 很多护理师在儿童癌症病房 很多都到最后都选择当逃兵 你知道吗 因为没办法 因为那个有时候一年两年 真的真的 尤其是小朋友的 对对 所以他们有几个医护看过电影以后 他们觉得说 好就让我看了这部电影 让我重新开机 看到希望 对对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专注在死亡这个点 可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专注在看到人性的勇敢 还有希望跟期待 有另外一个在电影里面看到 因为我们知道是一个病房 然后有六个家庭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最痛苦的也许不是自己的病痛 而是你不知道你旁边的人 会不会随时就走掉 这个让我想起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抓起来 那个美国军官Stockdale Paradox 他就说他被在越南被抓起来这八年 然后放出来 那为什么活得下来的这么少 然后离开的这么多 他说每天都有人在你旁边过世 对不对 可是真正要活下来的人不是乐观的人 他说真的活下去的人是对生命抱有希望 但是不是乐观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是这样的差别 乐观好像是有一个确定的结果 就是大家都是活得出来 可是希望是我的期许 但是我知道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走出去 但是这部电影就又重新让我想到了 Stockdale Paradox 就是如果我们要大家乐观 其实最后会很心碎 可是就像魏导说的 如果专注点是在这个期待 就是hope 那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一个很 是一个充满喜悦的电影 就是跟魏导分享 我有一直有在想这个事情 好棒 果然心理学家 结果变成火机机 你今天讲了好多 我可以将来再上广告的 拿出来用 我是认真认真的看到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屠宰场的人 因为为什么要设计屠宰场就是说 你在被屠宰的过程中 它是设计是弯的 你在被屠宰场过程中 你听到你的伙伴被杀 它其实会让你分泌很多压力荷尔蒙 所以什么肉里面有毒素 那要在屠宰场 他们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就是说 其实你不知道快要改你 那其实我就在讲说 看这个电影 其实都在一个病房里 除了我自己的病之外 还加的就是压力荷尔蒙 因为我已经跟其他的人 变成一个亲人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是病友 已经都有这样子的连结 所以当他们离去的时候 并不是隔壁床的人 我刚好也是今天 跟一个医师 也是访问对谈的时候 他有提到这个点 跟你讲的一模一样 就是说 每一组家庭会互相扶持 没有错 可是当你旁边那个人离开的时候 也会互相影响 那个心情也会互相影响 那个对希望 对盼望这个东西 也会慢慢的 也会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常常也需要做一些心理辅导 在对孩子跟家长 这方面的身上 要多做一点心理辅导 其实你说的对 其实病房里面的世界 虽然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漫长 时间是漫长的 但是他们每天要面对的心理上的起伏 其实很大的 对啊 你看他们每天在面对的是生命的课题 对 所以可能更多要教导大家 就是Sortile的悖论 就是你要充满正面的信念 可是你不要太乐观 我们不一定结果是好的 可是这过程是希望大家勇敢跟抱着希望的 那其实人生就是过程嘛 不一定就是 对 不是就是最后的终点而做结论 对啊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活着嘛 人生就是几年啊 假设我们都能够活到80岁 那这80年你怎么活 你选择怎么样的活法 是穿很多钱 然后每天很享受 还是没有什么钱 可是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展现自己最想展现的那个部分 活着像有活着一样 还是活着像在被追着跑的那种感觉 到底是你要扮演一个追求者 还是一个被推着往前进的人这样子 这个也没有答案 只是说大家的选择是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 我不想要 不想要活得不精彩 我所谓的精彩不见得会对整个大世界有什么影响 可是对我来讲很重要 对我自己 我想要特别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INFP可以带给世界的礼物 我也是认真说 就是每一个类型带给世界的礼物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INFP它会要问 所以你的人生你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像我这样子的类型 就是到了一个年纪 当然我们也会开始想 可是年轻的时候更多专注于 我要有什么成就 成就可能是 钱啊 社会地位啊 事业做多大之类的 就是它比较可能是一些外在的条件 可是我讲说INFP可以带给我们世界的礼物 就是会想要让你去问说 我做的这些到底为什么 如果人世间就只有这么长的话 那真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很棒 谢谢 谢谢味道带给我们大家的一些提醒 就今天问了一些不用在仿杠上面的话 没关系没关系 我觉得这样聊很好 我们也需要更了解自己 我一直以为我不特别 我以为大家都一样 今天才知道原来我是特别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地方 可是我们都会忽略 其实别人不一定跟我们一样 就是INFP是 其实在网络上面好像最活跃的一群 因为它比较真的是反社会价值 因为更多追求是 就像味道刚刚讲的 我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而不是说我外面有多少成就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跟味道分享MVTI很开心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 是一张白纸来上我们的频道 对MVTI听都没有听过 所以我觉得特别聊的的时候 就不会有一些局限说 我以为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 然后我真的再次的确认 就是我是INFP的磁帖 可是我很开心 就是老天爷给我这么多机会 因为来上我频道的INFP 核心是一样的 可是真正呈现方式的勇敢 信念其实都不太一样 但是核心都是以自己的信念 跟自己人生的意义为出发点 就是我存在在这世界上 是为了什么为出发点 可是其实有比较阳刚的 比较温柔的 就是各种不同面向的INFP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幸运 然后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 刚好 刚好真的这次的 往台上是INFP 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BIG的朋友们 在这个剧中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 尤其对心理学有兴趣的朋友们 就是家庭的互动 会激发出我们什么样不同的面向 然后怎么样乐观跟对生命充满期待它的不同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对人生有什么学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反思的好电影 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魏导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